那么下面的就是广度优先了 那么广度优先来讲的话 我们说类似于什么呀 我们数的层次变地 一提到层次变地 大家马上就要想到什么 对裂 说对了 我们广度优先离不开对裂 同样就是我们会设 图里边的所有的节点 都是我们有访问过的 然后我们从BI出发 当然先访问VI 然后再把什么 把VI相邻的所有的节点都访问完 什么意思呢 大家一看 那么在深度优先变地的时候 我们访问完它之后 访问它的FORTS ARC 访问完它的FORTS ARC之后 我们又访问什么 这个的FORTS ARC 对不对 这个的FORTS ARC 那么对于广度优先 就不是这样了 它访问它的FORTS ARC之后 要访问它的NEXT 再访问的NEXT 也就是说首先把它的这个单链表 从这个顶点出发的单链表变定完了 然后怎么样 再选择 选择从你的这个单链表里边的某一个节点出发 应该一个是第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从这个节点出发 再访问它的什么 和它相邻的 这所有的 又再把它的单链表 然后依次怎么样 对 每一个 就说依次 比如说以这个次序 以VI界 以此 我们说VI 依次的这么 把它的周边 它的周边 它的周边 依次进行变力 直到怎么样 所有顶点都被访问完之 为止 也就是说它是 相当于你把这个顶点拎出来 拎出来 拎出来成一个树形结构 我看它到达它的距离 这是什么 这是一 这是一对吧 一和边 这是二 然后呢 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下扒拉 那我们从这个 这个有项图的广度约面里 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那我们说从VI出发 那么VI出发 我们说VI在哪呢 在这 对不对 那么首先出来的肯定是一和三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们说 一是谁啊 一是V2 我们说三十几啊 三是V4 因此呢 V1V2V4 把它完了 然后我们再按住什么 按住我们的这个 再来讲的话 我们说按住这个一 对不对 按住这个一 我们说 V1到V2到V4 然后呢 我按住V2 但是V2怎么样 它没有和它这个 就是粗度对不对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过度到什么 V4 从V4出发的话 我们可以到什么 大家看V3 因为说V4来讲的话 V1V2 V4来讲的话 大家看 我可以到什么 到V3 对不对 所以说下一个呢 出来是V3 因此它也没有了 它也没有了 大家看 就说 我相当于什么 从它出发 把这一层访问完了 然后对于它来讲的话 它没有出去的 因此我们反应V4 V4来讲的话 就一个V3 我们又挖V3又访问了 对不对 那下面下一个怎么样 我们只能处理V3了 V3来讲的话 大家看 这是V4 这是V4 这是第四号 也就是我们的V5 因此呢 是12435 那么我们说 你把这个图 大家一看 你一V1 为根 你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是V1 这到V2 这到V4 对不对 那么这是有向的 有向的 然后呢 V4 我们说 只能到V3 V3 我们说到V5 但是V5来讲的话 又返回V4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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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从V1出发 到V2 V4的路径呢 长度是1 到V3路径 长度是2 到V5的长度路径是什么 是3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算法呢 那实践来讲的话 我们说 这个只要增加一个对立 比如说 你把当前的 节点进行访问的时候 要把他的什么 临界的什么 临界的 我们述的时候 大家师傅还记得 记得 就是我当前的这个节点 我访问的时候 我要把他什么 访问的时候 我把他什么 所有的孩子 要扔到对立里边去 然后呢 我就在这种对立里边 其中一个 然后呢 访问完之后呢 再把他的这个孩子 都扔进去 对不对 我们说在 广东一线便利里边 也是同样的方法 不同制度怎么样 你从对立里边 取一个元素的时候 不是说取出来 去访问 因为你放进去的 这元素 有可能是已经访问过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只有这一点区别 也说 我们下法要注意 这个呢 要求大家会写出来 不是太难 和DFS一样的要求 这是初始化的对立 这是对visit进行 不值 然后下一个呢 就等开等0 开等number 然后开++ 我们要依次呢 每一个节点 进行访问 首先呢 把V呢 我们说放进来 如果not visited 注意 我们把这个顶点拿过来 如果not visited 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进行visit 那么我们说 怎么visit呢 我们就把它怎么样 进行入队 对不对 访问就入队嘛 一般就找出第一个节点 核心的循环呢 是这个WR循环 前半其实这个FOR循环 和F循环呢 主要就解决什么 我们这个FOR循环 解决什么 就是解决一个 非联通的情况 因为非联通的情况 才从这个对立里边 跳出来 然后再找一个什么 没有访问的节点 因为因此呢 从这儿我们说 这是什么 对头对尾 因此我们说 只要从对头里边 拿出的节点 我们怎么样 就要访问他 访问他 然后怎么样 只向他这个练表 FOR循环 这段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丹利尔表的便利 丹利尔表便利怎么样 要把你的相邻的这个节点呢 依次呢 都放到这个对立里边去 就依次就入队 依次就入队 那么说我们在入队的时候怎么样 大家看 我判断了一下 是不是被访问了 如果被访问了 我再把它放进去干嘛呢 对不对 没意义 因此呢 我只是把没有被访问的 一次怎么样 把它放到对立里边 有时候我对立里边 永远是没有被访问的 然后呢 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P等Pnex 再请找他下一个 就是吧 和这个节点相连的 他的所有的 这些节点呢 依次入队 入队的时候呢 判断怎么样 你是否被访问了 如果被访问的话 你别进去了 对不对 浪费功夫 对不对 因此保证说 只要从对立里边 大家看 出来一个 我就访问他 那么我们说 这儿同样呢 我们说也有 这个杨老师的教材里边 提到了 那么它是采用了 像英溃啊 Init溃啊 这样一些 这个AGT来进行写的 那么同样呢 大家看 你在这个溃进行操作的时候 大家看 他也用了 FORCE EDG和NEXT EDG 这地方呢 我们就大家多说了 大家要注意 跟前半的定义呢 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吗 它是不以存储结构呢 为主体的 而我们写的是吗 大家看 这个FORCE ARC NEXT ARC 这是标顶的是吗 就是零解表这种写法 那么在命题的时候 我们说 有的高效 有的高效呢 是要求 用零解表 结构来进行实现 那么有的高效呢 在这种命题里 我就要求 你写这个FORCE EDG 但是呢 这些高效呢 往往呢 会把这个东西呢 这个定义呢 会给你写出来 让你用这两个 什么EDG来进行写 那么这是BFS的 我们说一个过程 我们说从维尔进行出发 依次呢 我们说访问什么 1 3 4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结构 都可以写出来 对吧 我们说从VAR出发 依次访问什么 1 3 4 V1 V3 V4 因此我们说 我们访问完VAR之后 我们把这个对列呢 画出来 理解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说 我们把VAR访问的 就是初队访问之后呢 对列里边呢 应该是1 3 4 对不对 当我们把1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把什么 0 2 3进去 0 2 3进去 1 3 5 因此我们要进去是什么 0 但是2已经反应过了 所以2不再进了 对不对 3我们说 3我们说怎么样 它已经怎么样 是说我们3 已经在这个对列里边去了 对列里边去了 一说我们在进行 这个算法 这个时候有问题 它是一个一个进行入队 对不对 就是我们首先把VAR 我们说进行入队 对不对 2进去 那么当2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判断 对吧 我们2训练的时候 1 3 4呢 我们都还没有进行访问呢 我们要把什么 1 3 4的 我们说 一次进行进战 不是进战 进队列 进队列之后 我们说 2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 1 3 4 这四个 怎么样 我们就要 因为你进队列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算法里边 我们在进队列的时候 怎么样 你看 你 P 出来 这个 一个之后 我们进行访问 那么 P等ADJVX 找到第一个 然后 如果没有被访问的话 我们把它 一次 就放到队列里 对不对 P等于P的 Next Arc 就是这个 循环 是把它一次 进入队 那么 每出来 一个之后 我们要对他进行 访问 那么 访问之后呢 我们再把他的 相邻的呢 根据他是否被访问了 我们在 一次呢 再进入队 所以说 我们怎么样 我们把 1 拿出来之后 对不对 那么 1相邻的呢 我们说是 0 2 3 我们还要把 0进去 2 进去 对不对 那么 实际上 2我们说 就不进去了 2已经什么 被访问了 关键是 3这一个 对吧 3以为说 我们 进去了 但是还没有访问 但是呢 就说我们 把3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什么 下一个就是 就访问了3 那么就3进行出来 所以说 这个3进行存放的时候 我们说 算法里边呢 我们说这地方 应该是有一个小瑕疵 对吧 我们会再 看一下 这个3 存放的时候 应该要盼望一下 怎么样 你是不是已经在 对列里边了 对吧 如果你在对列里边 你再放进去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对吧 你相信3出来一次 然后3 又出来一次 对不对 对吧 那么实际上怎么样 我们在 存放它的时候 大家看 你第一个呢 是2 出来 对不对 然后你把1 3 4呢 放进去 然后我们说 你要把1进行出来 对吧 要访问1 然后呢 把后边的 一相关的 我们说 0 2 3 我们要 进行判断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说 把0 应该放进去 那么2 3 我们说 在都有 后边的 我们说 都要防卫 然后我们再把3 进去 那么对于3来讲的话 0 1 2 我们都涉及到了 4 我们说 都有 对不对 那么说 对列里边 我们说 经过 因为这个图表 简单嘛 经过两次之后 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 对列处理完了 这是我们BFS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 出了2 然后呢 1 然后访问1 然后呢 我们再访问3 然后呢 我们再访问4 对吧 访问4 013 我们再访问4 那么 这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说 下一个访问谁呢 我们说 下一个我们说 从什么 从我们的 这个4 我们说4访问了 0 再到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说 到访问到几大 访问到0号接点 0号接点 那么是这样一个 基本的过程 那么说 BFS和 深度和广度来讲的话 我们说 BFS来讲的话 是大欧什么 N加E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它只是 访问所有的顶点呢 和访问所有的边 因此我们说 这两个算法呢 是基本的 大家要掌握 那么深度优先呢 我们说是一种 回溯的方法 它是一个 采用地规 广度有险呢 是一个层次的 因此呢 不需要采用地规 我们说图的 变定的应用来讲的话呢 主要是对 无向图的 这个联通分量 和升能数的 这样一个判断 我们先掌握一个概念 算法呢 我们先放到 这个强化办法 再给大家讲解 那么联通和无联通 是图的变定算法的 一个直接应用 也就是说 像这个来讲的话 123和25呢 我们可以通过DFS呢 把它找出来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图的变力 来求出 它所对应的什么 叫做生成树 也就是说 第二个就是图的生成树 以生成森林的算法 这也是它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说 在树的结构 也就是说 因为你对图的 深度优先变力 变力完之后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 一棵树的这个形态 树的形态 因此我们说 可以用孩子兄弟链表 来创建这棵树 这算法呢 在这儿 我们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们不做过多解释 那么我们说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联通的问题 联通的问题 解决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主要在这儿怎么样 你DFSG0 掉用一次之后 如果还有没有被访问的节点 这说明什么 是一个无联通的图 那么下面我们主要针对 就是图的应用 图的第一个应用呢 就是我们的最小生成树 那么如果联通图 我们说是一个代权图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什么 可以把这个生成树的 代权值呢 加起来 那么我们最小生成树呢 就是指的 你生成树呢 不只是一棵 那么有众多棵里边呢 我们找出一个 代权联通图的代价 加起来最小的一个 那么构成这个最小生成树算法很多 一般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选权值小的 其次怎么样 我们要选择什么 就是N-1条边 我们来构成这样一个 最小生成树 因为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树来讲的话 N-0点 我们N-1条边呢 构成一个树 那么再多一条呢 肯定就有回路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规定说 这是一个什么 代权的联通图 然后呢 我们说 如果U呢 是属于这个大U V呢 是属于V-U 那么UV呢 必定是U中顶点 到V-U这个顶点里边 最小的一个边 你看这是一个性质 对吧 那必然呢 包括在它的一个生成树里边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 这里边是一个顶点集合呢 是U 这个顶点集合呢 是V-U 这两个呢 我们说 合起来呢 是这个图的所有的顶点 这两个说 合起来呢 是这个图的所有顶点 那么如果 这个元素在这儿 那么这个元素在这儿 那么我们说 这条边 必定是这个集合 到这个集合里边 这个集合里边 我不说 就是这个 这里边呢 就所有的点 到这里边呢 所有的这个 点之间 这个边呢 最小的一个 这也是我们 像这个Permis算法 CrowSky算法 两个算法的一个 基本的依据 那么这儿来讲的话 我们采用反正法 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 也就是说 反正法呢 是我们图里边用的 非常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假定怎么样 假定不是这样子的 假定不是这样子的 假定怎么样 我们说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另外的 一个优合威 那么我们把这个优合威 加到这里边呢 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 回路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什么回路主要 原因是什么 原来优合威 这间怎么样 就有一条边了 那么你又加了一个优合威 对不对 优合威 对吧 就生成这样 今天要回路 因此呢 我把什么 把这个优一匹 V一匹 比如说 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 它就又成为一棵树了 那么我们说 优合威 是里边最小的 因此呢 你删除这条边以后 这个生成树的代价呢 就会小 那么你原来呢 就矛盾了 所以这个 这个大家 其实比较容易啊 就是稍微 你绕一点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比如说 这是 比如说 这是一棵 这是一棵生成树 我给大家 稍微画一下 对吧 那么这是一棵生成树 那么这是U 这是V 现在这是一个生成树 我们说最小的了 那最小来讲的话 我们说 这条边 我们说 刚才讲的说 必须是什么 是它两边 就这样 结合里边最小的 那么我们说 你不是 不是最小的吗 那就存在一个 就是说 存在一个 这个 优和威 不是最小的 那么这个 我们说定位 优一匹 优一匹 就是原来的边 是优一匹 威一匹 对吧 现在怎么你说 它不是 它不是 就是说它不是最小的 那么最小的是一个 优和威 最小的是优和威 另外我们说 我们把它加进来 就成回路了 回路了 我们说 把这一条给它砍掉 那么它仍然是一棵树 这棵树 为什么 因为它要比它小 因此你砍掉 这条边所成的树 和你本来 这是最小成的树 这个概念 就悖论了 所以说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证明就可以 这条边 好